你覺得這部片子給我們一個很大的起發 就是其實因為從女主角她一開始就是很局限在她自己的世界 她想要做完她第二代的工作 到時候她發現她其實自己的目標是她想要超越她的外婆之類 那我覺得我們就是在高三看這部可能會更有感觸 在我們面臨抉擇的時候就是有很多覺得讓我們選 然後不要拍我 然後就是像我可能想要的是這個 可是就我想要去追尋過夢想 可是別人不一定支持 那我到底有了這個勇氣去創造出來 然後在生活中很多東西都是一個出發點 像她為什麼遇到男主角但是為什麼出發到她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很感動 然後應該就我覺得應該怎麼講應該要放手去追自己的夢想 因為你只能活這麼一次 真的有沒有看到這部電影的感覺 謝謝你 就算是做一件事情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態都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們做事情的狀況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就是夜會的時候那個就是只有西裝刮在那邊就是一個 就是有點很感慨 因為我們平常都有 可是我們都沒有去注意到就是有一些人一直待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可是直到有一天他們走了之後 你會發現他們就在你們的就在我們自己心中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周遭都留下一個空洞 那這個空洞不一定是很讓人感傷 其實在那個華麗的宴會裡面你會感覺到它很美麗 可是你會感覺到很寂寞 那我覺得這個影片帶給我們的就是除了說是你要去改變你自己的心態 就是不要一直待在守舊 你可以試著去創新以外 我覺得就是我們要去珍惜我們現在所有 然後試著去就是聽取大家的意見然後去改變自己 能為自己相信的事情執著 能為自己相信的事情枉顧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還就最後的時候還蠻感動的 就是一件衣服真的是可以就是帶給周遭的人很多感動 然後很多幸福很多快樂的感覺 海を見下ろす坂を上がるとその店はあった 考えていただけましたか? ブランド化の話 着る人の顔が見えない洋服なんて作れないわ 頑固爺爺って感じです 自分の美しさを自覚してる人に私の洋服は必要ないわ そこはこだわりの仕立屋によって あなただけの一生ものの服に出会える特別な店 繕い立つ人 南洋裁店で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